大家好,我是轩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相信大家对医院里的这一个场景很熟悉 不舒服,你要清淡饮食 生病了,你要清淡饮食 大病出狱,你要清淡饮食 很多人坚信清淡饮食的好处 因为平时自己大于大落而导致了疾病 所以很多人错误地走向另一个极端 认为所谓的清淡饮食就是低油不沾 只吃素食 坚持数年之后,不但身体健康状况没有改善 反而闹了一身病 看到这里,不仅想问了 医生所说的清淡饮食到底指什么 所有人都要坚持清淡饮食吗 今天一定要说清楚 第一,清淡饮食就是吃素 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医生总会叮嘱一句 注意清淡饮食 其实蛋白质、脂肪、糖、无积盐、水、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是人体的七大基本营养物质 缺一不可 任何一类物质的缺少都会导致身体营养的不均衡 来,医生口中的清淡饮食 是指在营养充足并均衡的前提下 控制油、盐、糖的摄入量 并不是只吃素 因为肉类可以提供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物质 同样不可或缺的 错误的清淡饮食有哪些危害 我们知道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物质 在合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中 有8种是人体不能自身合成 只能靠食物供给 来,植物细胞不但蛋白质含量少 浅细胞被细胞B紧紧包裹 所以植物细胞蛋白质人体不易吸收 但动物类蛋白质物各种人体 必须的氨基酸营养丰富 亦被吸收 这是植物类蛋白质物远不及的 所以,如果长期吃素 将会导致虚弱、无力、面色苍白 容易疲乏、精神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严重缺乏营养的时候 可能还会造成结石、骨质疏松等问题 甚至有可能导致老年痴呆 此外,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脂肪运速异常 脂肪在肝脏滞留会引起脂肪肝 大多是素食指来源为豆类和骨类 而其中的蛋白质会妨碍铁的吸收 缺铁会导致缺少血红蛋白就有可能会引起贫血 所以血液的饰养量大大减少 心肌得到的养需求量明显不足 心脏加大工作量使心肌耗养量巨升 最终心脏不堪重负 从而诱发心脚痛 真正的饮食清淡是怎样的 清淡饮食的基本含义是指低盐、低油、低脂、低辛辣、低胆固醇、低筋质糖 第一,荤素搭配 完全吃素有一个问题 就是容易缺乏蛋白质、素食、食物中除了豆类以外 其他食物蛋白质含量都比较少 而且营养价值比较低 而肉类食品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 第二,控制油、盐、糖的摄入量 油 油炸食品确实口感比较好 但很容易造成油脂过高 而且油炸会导致营养成分流失 成年来每日摄入的油量应该控制在25-30克 盐 除了菜里面的盐 一些零食、榨菜、番茄酱等都含有盐 因此会不知不觉摄入很多盐 成年每日盐摄入量应不超过6克 糖 摄入过多糖会影响糖代谢功能 儿童老人的代谢功能很弱 更应坚持低糖 成年每日添加糖的摄入量应该控制25克以下 第三多样化 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提供全部营养 建议美热、阴摄入、骨薯类、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品等多种食物 所有人都应该清淡饮食吗? 并不是 清淡饮食并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需要根据不同对象进行调整 尤其是特殊人群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中指出 我国营养不良的人群比例依然比较大 尤其是儿童、老人 肥胖问题严重 以34.1%超重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一、儿童 儿童糖 动物性食物摄入量较高 而微量的元素缺乏是儿童很多疾病的重要原因 所以儿童因限制碳水化合物 在保证蛋白质奶果酥的情况下应当 吃富含微量元素的食物 心有利于脑部发育 可选择鱼类、豆类这些富含新的食物 缺帖导致生长缓慢和滋力低下 可以选择海带、紫菜等富含点的食物 第二、老年人 老年人应该注意饮食多元化 控糖、控盐 常吃鱼、芹、蛋和瘦类等优质蛋白质 保证蔬菜水果摄入 尤其是浆果类和水果 其富含的花青素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第三、经常坐办公室的人 对于室内办公室久坐的人来说 应保证一日三餐吃好 适当补充坚果、维生素A、维生素D等等 中上所述清淡饮食并不是只吃素 而是在营养充足并均衡的前提下 控制油、盐、糖的摄入量 所以肉类该吃还得吃 保证营养均衡 才能使身体健康 好了 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当中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益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